今天以来ETF市场很流行 所谓的月月配 刚好明天有一档 有月月配 又有凭准机的金融债券ETF要上市了 当然我们今天要检视一下 到底月月配的产品 有什么样的特色 优点缺点 我们要一次告诉您 重点是我们要来看看 这种产品到底适合哪些人 昆仁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我们继续来看 明天这档叫做金融债的ETF 00933B 到底第一个问题 现在适不适合买债券的ETF 因为可能升息的时间又要拉长了 第二个是台湾人喜欢成金融股 金融股金融债哪个好 好的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因为其实如果就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常常说 投资应该要是对的时间点 要做对的事情 那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对的时间点 我们来先看一下 如果以所谓的Fed Watch 就是在Fed的利率会议之后 或者是说在所谓的金融交易员的一个心目中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时间点在今年 或者说就所谓的整个升息循环 已经算是一个结束了 因为从11月甚至12月 已经不会再说升息了 那甚至在明年中 就是中间的中 大概五六月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启动降息循环 所以如果以所谓的殖利率考量来说的话 这边我老实说是位于高位 那但是如果以这边高位来说的话 其实如果以十年国债殖利率来说的话 4.7 4.8% 算是已经相顺一个相对的高点了 所以这边高位去做一个下滑的过程之中 就很有可能带动所谓的债券的价格 往上去做翻扬 所以这是其一 所以在债券的价格来说的话 我认为这边算是一个相对值得投资的甜蜜的点位之一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短线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是目前国际局势的纷扰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 会有一些避险的需求 对债券的部分的话可长可短 这个时间点我认为会是一个 投资价值浮现的一个地方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商品 对不对 那假设如果以所谓的商品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这边去做一个比较 十年期的投资者你的金融债 然后跟所谓的全球的银行股 跟所谓的全球的金融股 和我们自己的台湾的金融股 那真的很多的台湾投资人 真的很喜欢纯金融股 但如果这个时间点你看一下 那个投资的金融股的殖利率 竟然只有2.5% 平均金融股的殖利率 到目前为止 如果以这个时间点去做投资进去的话 目前投资者 所谓的殖利率来说的话 只有2.5% 因为过去来说 除非你在大跌的过程之中 你去买进金融股 你才有可能到4% 5%的殖利率 跟我想象中的差很多 是啊 因为目前来说的话 到一个升息循环的一个尾升的过程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时间点的金融股的殖利率 只有2.5% 那但是如果我们回归到 所谓的全球金融股 甚至像是全球的银行股 跟所谓的十年期投资等级的金融债券来说的话 这个时间点的一个长天期的金融债券 竟然有到6.32%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时间点 时间到所谓的甜蜜点 到所谓的一个投资价值浮现这个地方了 所以如果回归到所谓的比较的基准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时间点的一个 投资价值的所谓的金融债 那6.32%是远远大于我们现在目前的国内的金融股 2.5%左右的殖利率的部分 所以金融债的殖利率远远大于金融股 那我要问持有的长期报酬率呢 好那假设如果把持有长期报酬率来说的话 这边我们直接从2006到目前为止 大概就接近16 17年的时间 那整个所谓的总报酬 就是包含你投资进去的价格的波动 和所谓的债息的这个波动来说的话 你这样子累计下来 其实今年来说的话 到这十几年来说 其实所谓的投资等级的金融债 有124%的一个总报酬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所谓的投资 全球金融股好了 我们已经把这个 已经拉到这个3%这个殖利率来说 其实整个报酬率只有59%左右 所以如果这个时间点 回归到一个投资价值 或者就所谓的高档滑落的过程之中的话 就总报酬或总的时间点 或总的所谓的商品的考量来说 我认为在长天期 投资等级10年的公司债来说的话 金融债会是一个值得投资的首选之一 那我问一条 其实我长期都有这样子的意义 就是很多的法人在配置上 或企业配置上 他们很喜欢买金融债 原因是为什么呢 好 确实 如果我们把台积电好了 因为台积电就是一个这么大型 又这么稳健的公司 把它抛出来看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说 它的半年报 它的财报来说 真的配置了好多的金融债在里面 这是台积电的上一季的季报 那它持有的有价证据来说的话 其实排名前9名 直接给大家看 美国银行 然后摩根斯坦利 摩根大通 高盛 富国 然后花旗 然后这是三菱 然后三井住友 跟所谓的汇丰 全部都是金融债 所以以一个台积电这么大的公司 这么稳健的公司 他们的半年报里面去持有的公司债的话 其实前九大 都是在金融债据这部分 那主要的原因 当然还是因为 目前的全球低率的情况之下 然后呢 如果就我们刚刚上一页看到的 这个时间点的金融债的殖利率 已经超过6%了 所以就时间来说的话 我认为是对的 然后呢 因为金融债 它是属于投资等级债 那投资等级债 其实它就低违约率 所以如果就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 这边具有最低的违约率 跟所谓的最安全的投资的时间 跟所谓的最安全 相对安全的一个殖利率来说的话 台积电去选金融债 我觉得还蛮棒的一个角度 那另外一件事情的话 因为这个时间点 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如果就所谓的肺的升息 已经到尾身了 那到时候 如果明年中旬的时候 启动降息循环的话 那就会有一个叫做 长天期的资本利得 会对于所谓的利率敏感 所以当所谓的殖利率下滑的过程之中 那个债券的价格 就会往上去翻扬 所以就价格角度 就投资角度 其实这个时间点 殖利率OK 然后时间点对 然后所谓的违约率又低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认为金融债券 是值得去做一个投资的选择 好 所以不管是在殖利率 长期的报酬率 或者法人对他青睐的程度 这是金融债的特色 我问一下 因为明天刚好一档 00933B 要正式的挂牌上市了 他标榜说是月月配 最近大家都在问 月月配的东西到底好不好 好 我们先来看看明天即将上市的商品 它的特色在哪里 好 因为确实 如果就明天准备要上市 这样00933B的这样 债券的ETF的话 我认为它会带来一些流动性的一个关注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具有刚刚驻华讲到的三个重点 第一个它就是月月配 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 它是金融债 那金融债我们刚前面讲过 它的几个特色了 然后另外的话 它还有凭准金的机制 我认为它这两商品真的很特别 因为它如果就今年来说的话 它的IPO 算是全市场上面的ETF的规模最大的一档 多少钱 这一次的募集的话 IPO接近110到95亿左右 所以等于是市场上面全部都在关注它 那另外一件事情的话 因为真的就之前来说 你可能可以找到所谓的高股息的ETF 有月月配的还有凭准金的 可是如果就所谓的债券ETF来说的话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档 是有月月配又有凭准金的 所以这档00933B 真的它占有所谓的天时地利的人和 那IPO规模最大 然后甚至它的追踪指数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十年期以上的金融公司的金融债券的部分 然后它也是我们刚前面说到的 月月配加凭准金 然后甚至像是这个时间点 我刚刚说到的 对的时间点做对的事情 到底一档股票型的ETF的月月配 跟债券型的ETF的月月配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好 确实 如果我们就所谓的股票跟债券的月月配的话 我们帮大家制作一张表格 来去做一个比较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是所谓的海外债券 那因为海外债券 它投资就是海外的债券 这个我不好意思 我讲到说废话 但是它的重点就在这边了 因为它如果是海外的债券来说的话 它的所得叫做是海外所得 所以我们这边是免缴二代健保费的 然后甚至它算所谓的众所税的部分的话 它是算在海外所得 有670万是免税 所以就税率的角度来说的话 海外债券 海外ETF 它有这个所谓的税负上面的优势 那但是如果就国内的 那个月月配的股票ETF来说的话 它就是有就是2万块以上 对2万块以上的二代健保费 你可能拿到你的股息的时候 怎么少了 因为它是救援扣缴了 然后另外的话 它还有股息所得税 所以如果你是高所得税率的人的话 你明年还得要缴税 然后另外的话呢 就所谓的风险等级来说的话 因为它毕竟是债券 那债券的风险等级 尤其是投资等级在的话 它只有R2 风险比较低 是 风险非常低 然后呢 长期稳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 然后呢 但是如果就国内的股票型的ETF 即使是你是用所谓的高配息的ETF来说的话 它的风险等级通常还是有可能 相对比较高一点 会是在R5的一个范围 那因为它毕竟是要承受股票的波动 然后呢 另外的话 还有优势在所谓的交易税的部分 因为海外债券目前我们的证券交易税 它是停征的 那但是呢 如果就所谓的股票ETF的话 它还是有千分之一的交易税 那另外还有在所谓的交易费率来说的话 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那个在所谓的内涵的总相关的费用 管理费也好 经理费都好 它相对比较低 可是呢 如果就所谓的国内的股票的ETF来说的话 它的内涵的费用 总费用率的话 会相对比较高 这么多的费用当中 总费用率 其实你是看不到 它是整个反应在禁止里头的 它是每天每天内扣在禁止里面的 所以这无形中你被扣掉 这种费用率 其实你没有没有感觉 但是就是被扣掉了 那最后这种类似这种商品 月月配啊 然后又有凭准金的金融债 你有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好 就操作建议来说的话 确实如果就这个时间点 是今年已经到11月 10月11月了 可是如果就明年的 可能降息的角度 可能要到明年的5月到6月左右 所以如果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给投资朋友一个建议 就是你可以先配置一部分的资金的部位 在这个所谓的债券ETF上面 那我这样说好了 就是我换另外一个角度 来跟大家做说明 就是说假设 如果你是希望能够 月月都有领到息的话 怎么样去做操作 其实我们给大家一个试算表 因为他现在目前的一个殖利率 预估大概接近6%左右 然后假设如果你用一个月月 都有现金流的这个去做试算 那假设如果你要每个月 能够领息5000块的人的话 你大概需要配置100万的本金 然后呢 如果100万的本金 以15块来说的话 你必须要持有67张 你必须要持有67张 你就可以达到月月配5000块 那5000块其实就是 付付水电啦 或者是付付房贷啦 那如果不太够的话 那你觉得大概200万左右 换算起来的话是133张 然后呢 你就可以月月领息到1万块 那同理而言 把这个规模再往上放下去的话 是400万的本金 然后呢 你就可以持有267张 那另外的话呢 你就可以每个月 预估可以领息是2万块 付房贷 对 可以这么说 付房贷啦 然后水电费啦 这绝对是绝对有余 所以如果就一个投资的角度 先持有基本的部位 看你自己个个人的需求 然后呢 以中长期的角度来说话 你可以用定期定额的方式 去做一个承接 OK 但是这个非常重要 对对对 因为目前我们是用 预估6%的一个殖利率 来去做一个估计的 那接下来的一个殖利率的波动也好 或像是债券的波动也好 所以你还是要参考一下 所谓的殖利率的一个角度 不一定是等于基金的配息率 那可以去做 接近贴近去做一个比较 这样一个分享 好谢谢贵人 请先回座了 谢谢贵人 今天帮我们比较 这种商品的优缺点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稍后来要告诉您 今天真是被鼠方姐给说中了 AI怎么操作呢 一下外资买 一下投信卖 到底跟谁 除了解读今天 把人进出之外 还要告诉您 指数在今天 灌破了半年线 接下来 涨多股 跌身股怎么操作 休息一下 任门股为您解析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 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 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 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